臭小子 臭小子怎麼了 皇上選擇的妃子正要準備試卿 沒想到掀開被子 然後尚未恢復 敬著皇上了 臣妾不宜試卿 還請皇上早些安置 最新一集中 張君丁角色在懷孕時 因為安泰藥中被加了開胃的藥 吃得過多 胖得太快 因此身上長滿了醜陋的紋路 從此不再被皇上給侍寢 播出後也引發不少少女的共鳴 有人說女生真的很辛苦 也有人為張君丁抱不平 但是劇中還有周迅的安慰 姐姐 海嵐 你終於回來了 正打算去看你呢 張君丁在劇中原本很溫馴 但為了幫打入冷宫的周迅 洗刷冤屈 不惜對自己跟肚子裡的龍胎下毒 就為了救出周迅 兩人青銅姐妹 被觀眾腦補成藝藍CP 但就有網友挖出 張君丁七年前上節目時 被問到 如果是演同性戀的劇情 最想合作的對象是 他有沒有哪一位女演員 想要跟他對手的 女演員 已經到有親密互動的那種戲 周迅 沒想到七年前節目上的神預言 如今兩人真的合作了 這個戲我就說 我是愛如意的 她的感染力其實非常強 就每次跟她在一起 拍一些感情戲的時候 我只要看她眼睛 她一掉眼淚我就會受不了 跟影后標戲 男演緊張 但兩人的好感情 也讓喜歡藝藍CP的粉絲 大寶野芙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財團 又要